好來 繼續來看這間這個大學生 押油在原土失控 差十五分而已就堆落散國 真的是驚險萬分 有一個大學生騎機車來押油 走這條一山九山的道路 由中華要到分行 騎到二十公里這個失望原土的時候 有一個南路燒在的機車 鄉鄉失控冰車 兩位學生連人帶車射杯出去 一路一直出 一直出 出到三階邊才停下來 事後這個環境告知 發現機車離這個三階只有十公分 這人差一點就退路三國 真的是柯李嘉哉 祖國要有保備 機車回過彎 嚴格後一廟三鄉兵車 機車和肚子沒出一座長長的火車 騎車是台學生一南一路 總共兩的人 當時有人和車做會撞下去 這路出到對方的車道 機車一直到去撞到路邊的火藍 才停下來 環境告現之後 發現機車停下來的地點是很嚴陷 因為機車停下來的地方 大概又差十公分幾里 人就會撞下去三國 到達現場後發現 回應來的明星月二十歲 那主要主數是那個多處查查 救護人員到現場後 將受傷的兩個人送便宜 合格在他們只剩下 沒有死命的危險 這輛車好就在中華市 一三九三桌二十公里左右 這個環境角度很大 危機車的氣氛 如果是經過 都會特別阿車來過彎 還有一些鞭鞭手的來欺騙 在市場的這個環境 常常發生到疏忽 甚至有不少的失望車好 所以向青州是失望的環境 陽性民眾騎乘苦重機 於案發地點時 疑似因轉彎失控 導致車輛摔車 三號晚上十點過 這間大學生騎歐洲外 為中華市一三九的三桌 要去混合這途 想不到在過年的時間來慘 竟然懷疑 撤車的原因是因為過年的時間 不僅好笑 好有起訴一三九三 我們都很多 騎車的時候 速度就要幫好班 也不騰阿車 比較不會發生意外